现在已经有跳出来 可是问题不对啊 应该是刚开始一启动的时候 应该要把它归零 不能看到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 在这个表单ELEVATE的时候怎么样 先把它做一些归零的动作 归零的话很简单 我先用这个好了 我用那个HOME 2好了 就是ELEVATE的地方 先把那个PB 它的宽度归零 那PB点 点上去它的宽度 里面有一个WISE的属性 你可以在程式的模式 执行模式的时候 把它动态的先把它归零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宽度本来是200 把它归零 现在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启动的时候 里面现在是没有的 OK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那什么时候要让它产生呢 去变更它 那这个时候当然是我们 第一步先归零 第二步的话 其实你SOP 可以参考我们云端上面这个 照这个做 反正就是刚刚有这四个步骤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 第一个初始值归零 写这个吧 应该够清楚 第二个的话呢 在共用方法的地方 做什么事呢 写上这两行就可以了 这两行放在哪里呢 图解NAS的上面 那把这两行 Ctrl C 然后加在哪里呢 加在我们的共用方法 指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模组里面的 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就是 P4拆选的 下面 NAS 把刚刚这两行 贴上 收牌一下 反正就尽量 符合它的格式 那你想说 我们加这两行就搞定了吗 有这么简单吗 这两行又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 是不是说 Home 因为我Home2 因为你们等下是Home 因为我为了练习 给各位看 所以我把它改Home2 在Home2这个表单里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PB 对不对 所以表单里面的元件 你就可以这样叙述 Home2里面有一个PB 请你帮我把它的宽度 更新一下 那什么时候更新 你想想说 老师为什么要写在NAS 因为你跑完了 对不对 跑完了之后呢 那你要换下一个之前 那我就更新 更新多少 更新它的比例 比如说 你想说I为什么要减1 因为I从2开始 那你每一次只能更新一个 OK 第一个 I减1 记得先刮乎一下 先减掉再乘 那乘上什么呢 乘上R减1 R为什么要减1呢 刚刚讲过 因为总比数 比如说你那个业务的话 总共R是7 可是要扣掉那个蓝位 就是蓝位名称 所以会6 那你想说 为什么用200来除 很简单嘛 它总宽度200 那每一次能分多少 不就除以6就好了 200除以6 那每一次更新就是1块 200除以6 有没有 就1块 1块 1块 那如果说你想说 那客户名称有155 那很简单嘛 把200除以155 那不就是每一次就更新一小块 更新一小块 一小块 一小块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邏輯 其实公式 应该算复杂 那未来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200 我刚宽度是200 那如果你以后 你想说老师那我宽度 我不要200 我要400 可不可以啊 你就把这个数字 变更一下就好了 反正用 就是你宽度多少 你就用多少来除 就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吧 所以未来 像我这边也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反正给它一个很长的 然后一跑 还是跑起来 还蛮流畅的 尤其是要什么 像之前那个 我们有讲过那个 什么资料库转档 有没有 资料库不是一笔 insert insert 那你不是一直要跑回圈 那个也可以写这个啊 有一个状态列嘛 然后 不是一直转档吗 比如把ecell 转档到ss 好了 那中间 或者买seql 中间不是会有 假设你笔数是好几万笔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除非你自己知道 你就会等 可是如果使用者不知道 奇怪 到底是好了没 好了没 可以一直问 那怎么办 你就增加一个这个给他 他就不会再问了 而且感觉会非常的专业 有这个跟妹这个 差很多 好 好那底下有一个叫repaint repaint repaint 顾名思义吧 应该知道意思吧 就是重画一下 因为我本来没有加这一行 那就奇怪 为什么跑完之后 全部一次就给 全部 翻住 本来是0 底下变200 那中间呢 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repaint 然后我把它加个repaint 就好了 这个也是 这个答案怎么来的 也是 自己去 怎么样 我本来抢就 怎么办 有没有一个repaint 打一下 不然有repaint 试一下就OK了 所以有些东西 它这个 什么原件设计方法 其实是符合直觉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都不是用背的 而且我的答案都是 我用直觉推敲 可能是这样子 试试看 诶 就试出来 所以像这东西 也不是书本里面教我的 设计我也是照着 我觉得 有没有 其实这都是符合那种 很逻辑性的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设计 有些东西你想做 但是你 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用 我刚刚讲的这种逻辑性 也可以找得到答案 OK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跑跑看 其实最后一定还是要 眼见为平 要跑完才算数 如果没有的话 那 当然 就不算 试一下 比如说我的业务 按确定 这个repan呢 跑出来了 OK 产业别 有啦 不过这个因为 它是200 用200除以6 那一块 很大都很大一块 对 没办法 除非你再把底价缩小一点 OK 如果 假设客户名称 这个感觉就会 比较有那种 诶 这样子 跑完了 对 OK 那如果你想跑完之后 底下这东西也让它消失的话 你也可以跑完之后 把pb.wise等一个也就好 全部跑完 这个它就会 又消失了 把pb的宽度再关掉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增加 我刚刚讲的 就是pb 其实流程非常的简单 所以以后 你如果想要做一个进度状态 反正回去想想看 多做几个你就熟了 做法 就是 大概有三个步骤就完整 一 多增加一个这个东西 设定四个 第二个 初始化归零 第三个 在共用方法的地方 nest 加上这两行 那这两行当然不用背了 你以后的话 就是直觉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自己在上面这边再打一下就可以了 记得就是在那个 这个地方 因为当它更新的时候 它跑一次就更新它 跑一次就更新它 OK 好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你堆 这些东西的话 尽可能就是去理解它 再花一点时间 其实只要我工作上面 会有可能用到 你就去 试做一次 那 其实这些东西 你多做几次熟了之后也不用背了 但是难保说哪一天你会忘记 所以你有时候 像我的习惯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云端上面 那我如果需要的时候 我再到云端里面找一下就好 那像云端 好像Google的云端也蛮方便的 比如你 那个名称 就是这个文件的名称 我就取了 什么 可能 什么进度状态之类的 那我将来要找 找不到那个打没关系 你就搜寻一下 它就 帮你把相关的东西 都帮你列出来 甚至呢 以后你也可以 放一些图 像我的习惯也是放 把那图截录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 你做的跟我做的不带规例一样 甚至 那你也可以学我 比如说 可以用录影的方式 比如把画面录下来 然后存在某个地方 存在YouTube也可以 存在你找到的地方 云端也可以放影片 那将来如果说你回头 假设有些地方你忘记了 你也可以 自己再回头看一下 那我以前就常常就是 我只要做过的东西 专案 程式 可能我难保 以后呢 会忘记 所以我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放在一个我找的地方 诶 下一次回头看 我都看自己录的一件 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以前是怎么做的 做哪些事情 会比用文字叙述 有时候来得更快 有些东西说真的 你即便做文件 你写了一堆东西 回头看 到底写这是要干嘛 可是有时候看画面 马上一目了然 原来是这样子 很多东西是用文字 是无法叙述的 像这些东西好了 我即便用文字叙述 说真的 写书里面写一堆 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有没有 很多书里面就这样子 但是有些 如果有影片的话 看一下就好了 做哪些动作 很清楚 像这个做 如果刚刚的这个状态列 两下都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进步状态列 试着把它完成